也要来关心国内时隔12年 再度出现了感染服饰内阁里阿米巴猿虫的死亡案例 而该名个案曾经到某室内清水设施游弃 新北市卫生局到现场采检后发现 泳池池水的鱼律浓度未达标准 如果后续验出了阿米巴猿虫最高要开罚150万 而阿米巴猿虫俗称食脑变形虫 致死率高达99% 国内专家指出 目前文献只有5位幸存者 恐怕是世界上致死率最高的微生物 而且随着全球暖化 让它的分布范围越来越广泛了 而国内尚无有疗效的药物 机关署也将持续评估 看看是否要采取专案进口 清洁公司人员在泳池喷洒面震液 室内木地板人造草皮也得一一消毒 甚至室外周边水沟也不放过 这家室内清水设施 爆出一名客人感染阿米巴猿虫不治身亡 虽说感染源稍微厘清 但业者不敢大意加盐处理 而新北市卫生局到现场裁检后发现 不论是大泳池还是小泳池 余律浓度都未达标 如果后世又检出阿米巴猿虫 最高开罚150万元 从7月21号到8月9号 曾到过清水设施的工作人员12人 跟客人630人都得自我健康监测两周 专家指出阿米巴猿虫 多半存于自然界设施25到46度的环境中 因此从溪流到泳池甚至温泉皆可存活 而这个俗称食脑变形虫的阿米巴猿虫 因致死率高达99% 目前文献只有五位幸存者 恐怕是世上致死率最高的微生物 如果能早期使用药物 有望提高存活率 但目前这几款可能有疗效的药物 国内皆无 还有待机关署评估 看是否要专案输入 那这些都曾经报告过 它是有效的 临床的经验还是相当有限 由于治疗经验少 医师建议对泳池清水设施等环境 提高抽查频率 毕竟预防总剩余治疗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